嘉義地區從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地震不斷 去搭一起地震是在凌晨的2點44分 布袋震發生了規模4.9地震 總計一整個晚上在嘉義地震達到了8起 地震側報中心研判這個成因跟梅山斷層沒有關係 很有可能是獨立的破碎袋產生了地震 但也有專家認為說可能是盲斷層造成的 另外也是井 在嘉義地區光是4月份的時候就發生了19起地震 感覺很不尋常 凌晨2點44分嘉義地牛翻身 布袋震一家餐廳桌以一陣猛烈搖晃 餐具吊掛的玻璃杯全都掉落滿地 前一兩秒會聽到隆隆隆的聲音 然後就開始地震了 餐廳業者一早忙著收拾殘局 因為嘉義這一夜真的不平靜 先是在4月12號晚間11點多 嘉義現役燭箱發生規模3.4地震 截至13號早上6點50分 一整夜就震了8次 其中規模最大的兩起包含 凌晨2點44分嘉義縣布袋震規模4.9地震 深度只有10.4公里最大震度 在嘉義縣有4級 雲家南跟彰化最大震度也有3級 另一起則是在凌晨4點同樣在布袋震規模達到4 最大震度在嘉義縣有4級 不少民眾都聽到地震前出現地鳴聲響直呼被搖醒了 又是失眠的夜晚拜託板塊乖乖不要亂動了 昨天整個月都沒什麼睡 就是還是會擔心 它跟梅山斷層其實距離超過30公里 所以我們研判這起地震的成因 比較偏向於是這個區域的一些 淺一點的破碎帶所造成的一個地震 地震中心分析嘉義這一夜的地震 跟4月3號的花蓮地震是兩起獨立事件 研判跟梅山斷層無關 但預估未來3到5天 還會有規模3到4的余震 也有專家示警 嘉義地區光是4月份就發生19起地震 感覺很不尋常 翼竹跟布袋是比較靠海邊 那這邊應該就算是盲斷層吧 因為他這邊就是被很厚的這個沖濟層蓋住 那地底下的那個斷層的那個變化 不是很清楚 專家表示這幾起地震附近 在過去也曾發生強震 不排除未來會有更大地震 建議民眾做好防震準備 就有綜合報導